這是顛倒邏輯 因為這個邏輯基本上就是 當時已經有這個國安會議的存在 然後去處理這個款項 而不是說 好像他的起訴書講的變成是說 他們幾個人合謀 要把這個錢貪污走 所以就假托有這麼 請問他要不要交代一下 丁茂士當時所要開設 戰略國家安全研究所 後來開到哪裡去了 當然就是台中院的第四所 後來第四所所長也叫做林碧昭 原因就在這裡 就是這裡有一個邏輯關係 這樣下來 這一次檢察官把這個邏輯 整個用一個假托就配開了以後 就先假設說他們是要貪污這個錢 所以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對於 我講這個故事的原因就是說 我理解這個故事從我做記者以後 包括在當年陳水扁 這個隨便去說是告發李登輝 這個事情 我們就去重新把它釐清除 那這一次也不是今天才釐清除 就非常早就釐清除 所以我非常驚訝說 特徵組這時候來處理這個案子 用這種顛倒邏輯的方法來處理 我認為他的起訴不會成功 未來也一樣 他起訴已經成功了 就是判一個不一定有罪 對 我在起訴成功的意思是說 他不會照他起訴這個東西判有罪 我認為這個邏輯上面 如果未來法官應該要辯淋 但他裡面也有講到就是說 後來李登輝 劉泰英 習炳強 他們如何在李登輝卸任以後 去宏喜山莊裡面造假 他裡面 勾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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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過李登輝 以前因為這個事情因為有講到 李登輝當時候的講話就是說 當時候徐炳強他們希望說 因為這個案子 當時候秉承的長官指示 是國安會議 他們希望說做一個公文 就變成是李登輝知道 李登輝說你這個不是要我瑞昭文書嗎 當時候並沒有這個結構 沒有這個說你需要 因為你就是照著這個國安會議的結論 然後國安局去處理 你就已經這個款項的 這個支印已經完成了 那怎麼現在 那時候也沒有我的 需要我去批示或指示 現在要我來做這個事情 那不是叫我現在 製造文書嗎 不過李登輝後來還是簽了 沒有 當時候他沒有簽 這後面有付簽 後面有付簽 有完整的付簽 還是簽了 李登輝講的我這東西 可能不是很完整的 譬如說他說他跟劉泰英不熟 這簽證被錄影 那當然這可以議論 這可以議論 當然謝皇兄的剛剛的那些說明 有答辯狀的水準 不過那個請到法院去 你這樣說不說不清楚 如果大家再把證據再拿出來 再一個一個比 那今天不用看夜總會 我們延到12點 不應該是這樣處理 李登輝12年的總統 他的門生顧舊跟黨語之多 超乎想像 剛剛邱委已經點了一個 叫做蔡英文 那其實很多人是來報恩的 所以聽說今天他電話很多 都打去慰問他 像檢渝彥跟陳建民 這個文傑兄也是台北市議員 你有看過台北市議會 開這種記者會嗎 隔空聲援李登輝 檢渝彥跟陳建民 我說到這兩個 董哥你也都認識了 如果沒有李登輝 他們兩個現在也幹不了市議員 我們說天龍共 不過剛剛講到這個檢察官的部分 是這樣子 當年北檢辦的檢察官 就是薛偉平 那被卡住的時候就不了了之 所以只弄了一個徐秉強 那當然他也很悶 後來特恩組去年陳建民 薛偉平又調特恩組 也是一樣在辦 國安秘賬的案子 結果大家記得蔡德勝跟羅松芳嗎 就前陣子那個國安局 國安局局長被他檢舉那個 蔡德勝還這樣子 我第一次看過 有一個國家的情報投資 是這樣子 記者會這樣子 結果後來薛偉平就被調委特徵組 我簡單講 這也當然要請邱委員多花點心思 當年阿扁把奉天跟當陽 這兩個專案的帳給關了 是怎麼關的 是怎麼關的 不要來這一套 不要說表演簽一個公文就關了 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為什麼提出這樣的質疑 當時我們現在談 就是奉天莊陽惹出來的事情 裡面的其中一筆錢而已 就這樣子的 那其他筆的錢跑去哪了 所以我要擴大剛剛奉心提到那個觀念就是說 這12年李登輝幹了什麼 董哥我完全沒有興趣跳國安秘藏 因為剛剛謝宏兄講的 我說一句實在拖大的話 我很想都聽過了 當然不是謝宏兄告訴我的 這之前我們在討論案子的時候 都聽過類似這樣的陳述了 我要希望大家能夠 其中焦點在說 李登輝做了12年 他有功 那是一回事 他toucher的部分 尤其國民黨黨主席政那些事情 還有跟劉泰英等等那些人的事情 其實應該做全面的檢視 這個才是我們當初投給馬英九是要幹嘛 不是只有辦民進黨8年 民進黨太小看我們了 我們希望連李登輝那一串 一併查一查 你如果有人擴大說要查蔣卿國 基本上我是沒意見 要查通通查 但是這個案子 其實最大的關鍵是陳水扁檢舉 陳水扁每天去嗆特徵組 你們只敢辦我 你們不敢辦李登輝 然後他自己 特徵組還以為說 阿扁沒有什麼 說你有證據你就去檢舉 我們一定辦 他講完第二次阿扁碰到 就帶一個牛皮帶來 就證據都在裡面 然後特徵組還是沒辦 到第三次 陳水扁在開庭 要聲壓他的時候 阿扁說 你們就辦我不敢辦李登輝 就理智的檢舉 檢舉到 你非辦一點點不可 我講辦一點點是說 他還有非常多的沒有辦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討論 國安秘藏今天起訴了李登輝跟劉泰英 這是快十年的案子 那今天檢察官的起訴書裡面 當然多數都是舊的 可是裡面有些情節就很堪玩味 譬如說李登輝說我跟劉泰英不熟 譬如說劉冠軍 大家都快忘了這個人了 把錢交給習炳強是把這個錢 7500張千元美金的旅行支票 加上29萬多的美金現鈔 裝在水果盒裡面 然後拿去給習炳強 習炳強在拿去中華開發交給劉泰英 他整個過程有點戲劇性 但是這個案子為什麼 為什麼這兩年 本來大家以為說不辦了 因為阿扁理次的檢舉 阿扁出庭就檢舉 說你們只敢辦我不敢辦李登輝 2008年8月14日 阿扁就... 因為當天洪秀柱開完記者會說阿扁把錢匯到海外 阿扁傍晚就開記者會回應 然後他裡面就說李登輝用人頭戶汇款失憶 台幣到海外 你們為什麼只問我 那時候 然後8月22 那時候特徵組去查扁 阿扁說他自己在擔任國家嚴守8年期間 替李登輝押住了75顆威包彈 才讓李登輝總統特製會及國安命障不被追究 就是說總統是可以干預司法的啦 意思就是這樣 然後到9月5號 北檢偵辦葉森帽細明 阿扁跟葉森帽兩個在對峙 阿扁向檢方告發李登輝 他當天告發你沒辦法記者 當天告發 然後說李登輝貪污了16億 他當天告發 然後他說你們不敢辦 檢察長說你給我資料我就敢辦 結果阿扁後來他就給了 你說李登輝很氣 他說阿扁自己要死 偷大家一起死 而且阿扁在2002年就開始用水護當人頭洗錢 他要反控他 到了12月那時候阿扁要被升押 二次升押 他被升押兩次 阿扁向檢方告發李登輝 特徵組簽吻特他案調查 罪名貪污跟洗錢 把李登輝列為被告 由檢察官林哲偉負責偵偵辦 然後阿扁說李登輝在執政期間 利用人頭帳戶洗錢 總數近17億 分為34筆匯為新加坡等國家 其中6億又匯為台灣 然後2009年10月23 阿扁再指控 他只要出庭就拿出來講 他說李登輝當年使用 奉天蕩洋專案的國安秘藏 明德專案就花1億4千萬元 將給台中院3億 犒賞國軍將領至少5千萬 其實這些數據我是蠻相信阿扁 因為他是用總統的權力 那時候都蒐集在手上 只是他一直沒有拿出來 阿扁就想說我拿在手上 我可以用來要挾或怎麼樣 這個人大概是那種想法 但是其實這個案子 到最後就是阿扁再三的檢舉 有一次特徵組的發言人出來 民眾記者就問他說 請問一下陳銀蘭先生 你們特徵組是不是有在辦 他說有 因為有民眾檢舉 這個民眾就是超級大總統阿扁 那你可以看到 他整個構成跟這個其實是有關 文賢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當然特徵組每辦一個案子 民眾都會在支持電視 這個大概會有什麼政治企圖 剛剛大家一直在質疑說 為什麼特徵組在這個 為什麼台北立檢署在 當年 當年沒有辦 那說是陳正平總統壓下去的 那如果說現在 為什麼要拿出來 我們同樣可以指控說 是馬英九總統拿出來的 那我覺得說 用這樣的去政治指控來去 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意思 但是這個案子讓人家錯愕的是 包括剛剛那個憲鴻兄所講 就跟我們大家過去對這個案子的理解 今天的起訴書的這個內文 跟我們大家過去對這個案子 一般的理解來講 是完全 我覺得是完全相反的 包括他講說這個台中央地勢所 就是說當年我們理解的是說 是國安局或國安會 他把這個錢給台中央地勢所 是因為為了要這個所謂的 有一個戰略 戰略國際戰略研究所 這樣的一個專案的想法 所以他去補助這個東西 那今天這個特徵組講說 哇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一回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因為特徵組今天他只有給新聞稿 我認為我還要看到 完整的起訴書 我才能夠下判斷 但是我覺得這個案子 為什麼今天顧立雄律師 他在這個記者會的時候很生氣 不是因為他進去哪 進去記者會進不去啊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這筆錢 他實際上在2005年的時候 台中央地勢所已經歸還了 這是已經歸還的事情 所以侵占的事實 目前是不存在的 今天我還看到這個 有林玉芳委員說 要去追倒這筆錢 那這筆錢早就還了嘛 那所以大家其實是 搞不清楚狀況 那個亂指控 第二個是說 徐炳強當年之所以被判無罪 並不是因為法官認為說 並不是因為法官認為說 你只是奉上級指示喔 而是說他認為這個沒有侵占事實 當年的法官是這樣認定的 那如果說當年的這些檢察官沒有起訴 你法官你在這個審判過程之中 你也可以就職權來做告發嘛 如果你有發生其他犯罪事實的話 你也可以做職權去告發嘛 顯然當年的三審的法官都沒有 都沒有發現什麼犯罪事實 所以今天特徵組這個提出了這些東西出來 和當年徐炳強的這個整個判決 是完全相左的東西 那就會讓大家很質疑 為什麼今天一個案子 這筆錢都已經歸還的案子 然後其中有個被告當初都已經被三審無罪的案子 為什麼今天又翻出來 那而且最後的這個起訴的部分 最後求刑不清不楚 不知道這個檢察官特徵組 他到底想要起訴他們什麼 他也沒有求刑也沒有什麼 還要請求這個法官諒解原諒 左檢 所以一般來講 檢察官不一定要求刑 一般來講特徵組他如果具體 他認為這個案子重大到 我足以浪費這麼多社會資源去查的話 你出來你就告訴我說 你要求多少年 不會啦 馬上就 那你現在 那你現在 大便也沒有 因為他已經告訴你 他是依照貪污自罪討例 你只能照那個刑期之間 貪污自罪討例最低的量刑 就一定在80以上啦 10年10年 10年以上 而且2006年被判無罪的徐炳強 在這一次並不是被告 所以他從頭到尾就被認定是無罪的 因為徐炳強是裡面一個關係人 就是他最主要原因 他沒有貪污 我強調 徐炳強並不是因為他奉長官指示 所以才沒被判罪 而是因為當初 當初就是認為他沒有侵占的事 沒有這個侵占公款的問題嘛 對 所以今天我唯一再強調就是說 該怎麼做怎麼做 司法怎麼做怎麼做 但是這個案子出來的這個結果 和我們當初所理解的 是完全相鑿的 那我們就要花點時間 再去好好研究再去討論 徐炳強被囚刑的時候 其實前世還沒歸還 他囚刑兩三年以後才歸還 這個時間點是不 但是沒關係 那個等一下我們監營的口音 然後我們再來談一談 他的關鍵問題還有哪一些 馬上回來你不要走開